太子丹 日前我收到这封信 是田光先生托人转交给我的 这信上说 师弟要来咸阳 师兄他真的决定要救太子丹了吗 师妹 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惊讶 因为当初 将太子丹被困消息 传给田光先生的人 正是我 正如我所料 田光先生 他也并没有将此事 告诉师兄 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 燕太子丹他是我的朋友 他向我求救我 我怎么能做事不管 我们也都明白 他必须要回到燕国 如若爷爷地下有知的话 他也一定希望我们这么做 你为何要将自己陷入如此境地 要是被嬴政知道 你可是拿命在赌 因为我知道 大王他软禁太子丹并非是有意的 他能够做出此举 是因为他根本就拉不下脸 师兄你想想 大王他是秦国之尊 如今秦国又是七国之霸 如果他在此时 放质子回归母国 天下人又将会如何看待此事 就算是这样 你为何要去搅这趟浑水 燕国与你有何干系 因为我看得出来 大王他其实把燕太子丹 当作自己的挚友 其实大王现在 去软禁燕太子丹于秦 意义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 我现在能够帮燕太子丹离秦的话 也算是帮了大王一个忙 我只是不能理解 你到底是为了嬴政 还是为了太子丹 师兄 我爷爷以前常说 我们身为一个侠者 就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若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危 便不为当为之事 那便不是我 就算你不替自己考虑 也要为天明考虑 我相信就算这件事出了什么意外 大王他也不会迁怒于天明 你这么想 会不会他一厢情愿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哪一件事不是一厢情愿 好吧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交给我来做 那怎么行呢 太子殿下他是拜托于我 我怎么能够就将这件事情丢给大师兄 自己袖手旁观呢 你我身份不同 若是事情败露了 我可以一走了之 而你呢 身在宫中办军策 若是出了差错 这可是欺君大罪 可是师兄 若是此事我不亲力亲为的话 我怕会有更大的危险 更何况 事情就算再怎么发展 大王他也不至于会杀了我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们也没有回头路了 只是此事将师兄一起绞进来 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这是什么话 谁 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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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清儿 你方才去哪儿了 方才清儿想要小姐 所以自己私自离开了一会儿 请夫人恕罪 清儿再也不敢了 清儿错了 好吧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 嗯 怎么 没事 只是觉得 我们还是警惕些为好 大王 先润润嗓吧 离众寒申求见 臣参见大王 参见大王 免礼 何事求见 大王 虎本军阮青上报 自入冬以来 太子殿下患病不起 服医也查不出病因 已经卧榻数日不齐了 不认识 颜丹病了 是 臣特下来禀报 是否传太医 到府上为太子殿下诊治 李仲 你命阮青 严加看管颜太子府 这种时候 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臣遵命 大王 要不要臣妾 带大王去探病 如今 天下人都知道 大王不让燕太子 单反燕 太子他 现在又病了 如若大王不闻不问 天下人必定会议论 大王是一个 薄情寡恩之人 如若臣妾 带大王前去探病 那既有了礼数 也不至于太过 好 韩申 臣在 就用你带一名中尉 随夫人前行 微臣遵命 谢大王 没有王命 任何人不得 擅入太子房内 微臣见过丽夫人 丽夫人替大王来探病 这是大王的旨意 宫请丽夫人进房 宫请丽夫人进房 进来吧 太子殿下 本宫听闻您贵体微药 特来探病 小小凤寒而已 就是终身乏力 劳烦夫人探访 严丹深感亏欠 大王有正事要忙 仍关注太子的病情 大王特要我带他来探望太子 太子不必接怀 即使如此 严丹就先谢过夫人了 其实今日本宫过来 自太医府带了治病良方 给太子殿下 夫人客气了 敢问是什么良方 太子病中私乡心切 本宫想为太子吟唱一首 燕国歌谣 以解太子的私乡之情 振奋精神之后 必定会对风寒有所注意 那就有劳夫人了 既故其他 永远永病 渡过城草 我渡难行 从孙子中 平沉与颂 不我与归 有幸有种 人运缘枝 人不其命 予依囚之 玉林之下 什么人 无奈陆林道直 听说燕太子府有一宝特来借宝一官 好大的胆子 这里是大秦天资脚下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上 王首尉 我们去看看 是 太子 借你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说实话 本宫并没有失足把握 夫人会愿意帮我 身处异乡 四乡之情 太子神势刻刻 心悉着母国的安慰 太子这种心情 我不是不能理解 女夫人对燕丹之恩 今生今世 无影回报 请受我一拜 太子殿下快快请起 师妹 时间紧不后 咱们得快点 太子 快快准备行囊吧 夫人 刘匪图闯进了太子府 太子 外边可能有些骚乱 你先留在这儿 我出去看看 什么人 胆敢擅闯太子祖 扶太子殿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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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妥 夫人 不妥吧 要是有爱 微臣如何向大王交代 本宫自有几分身手 不必你顾虑 再说就算有奸人入侵 太子府的虎奔军应该可以阻拦 你随本宫出去看看 韩侍卫就留在房中 护卫太子 毕夫人 请务必小心 不行 夫人 夫人 师兄 揭持我 把他们隐开 快 走 走 撤